大哥 你这个房子 收拾得挺干净啊 行 啊 两次个家一人 一直都这么干净啊 对 我这独身那个 往外面一辈子了 干啥一辈子呀 从二十岁开始 就往外面修铁路 一直到刚退洗路 大哥是哪个单位推的 铁路大修 沈阳工夫一段 我一开始 刚上班的时候在白城 白城后来归到长春 战断合并以后 后来归到西洋 那都是干啥呀 就是修活的 那就别提了 那就这辈子反正是 该招的最好都招了 这种的啥呀 这块 那是摘点酒去 那个呢 那好像小时候 就萝卜菜什么玩意儿 看着吧 绿的屋里都现在有生机嘛 这穿的衣服 都是一个颜色呀 这基本上都是姑娘给买的 都孩子给买的 从她挣钱以后 基本衣服我就不咋买 我也不管 我这穿那么样的要求 我呀 合身就行 那孩子为啥 这个衣服这个颜色 都给你买的这么深的 感觉他妈老了呗 就是 包括这房子都是她 所有这些东西全她为 我一个工人 我哪有一个实力 到这儿来买房子 这房子到现在 好像说她结完婚以后 还多少有点贷款 多少有点贷款 我说得了 我说这个我接过来吧 我说你结完婚了以后 我就不让你活了 这房子是姑娘买的 人家买的 我哪有 我一个工人 我哪有这实力 这将近 学校的将近一百个呢 还有五年多吧 五年多 一年得花多少钱呢 一年也就三成五千了 那你这个推荐金 就得全搭来换贷款了 对啊 那倒不说 我出去搭着工 我啥 有时候她 生活费啥 她能贴拨点 这个岁数 她也不是养老的岁数 人家身体也晚了 找一个隶属能级的吧 你要挣两千元 够自己生活就可以了 看咱们节目说 对哪个大姐也挺有好感的 好像是现在逗那个了 逗书琴的 她也没关我叫过一声媳妇 也没叫过一声对象 她就就关我叫 哎 哎 哎 给人家买个包 这老爷来了 当见面女 我也不知道买什么玩意 我也不太会买东西 挺好看 这是你买的啊 我买的 啥时候买的呀 昨天买的 昨天买的 哎呀 哎呀 这大老爷买的成不成的 无所谓 你当初个朋友 诚意也很足了 是 在哪儿买的包吗 隔心的你 你还挺浪漫的 大哥 你原来给女士送过包没有 没有 眼光还挺好 还行啊 我觉得这个包还挺好看 选的挺好看 大姐 你好 哎 哎呀 哈哈 哎 大姐 太难了 太难了 哎呀 封公主领过来的 是不是啊 对对对 哎呀 我说